你最近想法 你也跟國寶說過 你說最近國寶來找你 我和他們有交往 主要是他們還是希望能夠 跟我接觸一下吧 來交流一下 主要是建立一下接觸 但沒有什麼真正的交流 主要是我在談 那麼我還是很清楚地談我的觀點 我是在談 我說 這個國家這樣可不可能 就說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因為我說這個民主不是一個政治理想 民主是一個有效的手段 是一個讓這個社會怎麼能夠 進入到一個更加 新的一個可能性中 而不是說 因為我顯然這個問題是很大的 那麼這個社會是缺少這種 因為你可以說不民主 但你也要有一個改變的方式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一些交流 沒有什麼 沒有具體的問題 那個草泥馬之鄉 那些照片 我不知道說的是什麼 就是到你這兒來聚會 然後 哦 跳起來 因為 我 如果了解我人會發現我 我從 可能是從理念上我是很堅定 和很 就持久的一個思考的 但我的行為是很記性和 和 甚至無厘頭 不加思做的 因為我不太願意 給我的行為每次做一次判斷 我覺得這個沒有必要 但是呢 行為又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的所有的態度 是要靠行為來完成的 對吧 我很懷疑那些只有態度沒有行為的人 當然你說啊 態度也是一種行為 但是那個行為比較可疑 所以說 我經常會有些事情就是 比如說像那次 就是網上幾個朋友說 我們想來看你 我說可以啊 他說那我們想叫一些人來 很多人都想來 我說那好吧 那我們推特上人都 其實天天泡在一起 我上的比較晚 也有幾個月的時間了 那麼這麼多推友們 然後說想見一面 說就 其實是應該比較機會的事 但我也是說啊 那見面就見面吧 我請大家吃飯什麼的 但是呢 我也想提出一個要求 就說那來了 我們都得拖啊 就是完全是這麼 臨時這麼一說 來了以後 我說那大家都拖吧 大家都很那個 扭捏 因為都不認識 可能裏面有兩個人認識 有二十多個人都不認識 但是我覺得 拖是一個態度 就是說 實際上我覺得我的最大的優勢是 公開和不遮擋 那麽我覺得這個態度 我可以這樣做到 但是我不知道政府能不能這樣做到 顯然他們是做不到的 那 那 報警一下 就是 夫妻在家看黃片都給弄到 他的所謂 那麽 你們一群人 然後 在這裸體 你不覺得這個會被認為是色情嗎 色情在這個生活中我不認為是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都是色情的產物 而且還會一直色情下去 只要這個不傷害到他人的這種利益的時候 然後又在法律的這個框架之內 我覺得色情一點沒什麽不好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講 所有的這些跳起來的身體 又並不色情 因為他的訴求不是一個具體的性對象 你怎麼看待這個裸體的身體 我覺得裸露是 我來說是一種釋放 和一種 把話說白了一樣的 這麼一件事 因為我們都 過多的 帶有文化的偽裝 歷史的痕跡 然後讓我們給自己找太多的理由 然後 給我們行為找太多的這種 去或者不去 做或者不做的這種理由 但實際上 我覺得直覺和本質的東西可能 更接近我們要追求的一個社會 的一個品質 就是說 讓每個人有機會表達 讓每個人有表達的可能 每一個身體和另外一個人是一樣的 實際上你看大家都拖著書 也很難分辨誰是誰了 其實不太重要了 好像 我們看到的是 有胖的有瘦的 跳的高的跳的低的 但我們都看他們是一個一個裸體 當你跳起來的時候 那個時間很短 大家跳起來 照相機拍下來就是一個瞬間 但是這個瞬間 把它放在網絡上 放在 它就變成一個凝固的圖像 它就會變得很長久 那麼 如果放在一個世俗的框架來看 你不會覺得別人來 觀察你身體的每一部分 包括那個隱私 你不會覺得這是隱私嗎